大家好,我是七叔,欢迎回到频道,今天来分享就是我这一台H8H的一个改装的进度 首先我们更换了新出来的这个金属桥和金属的轮毂 让它整体变得更加强悍的同时呢,重心进一步的下沉 而且有更大的重量去压住这个车子的轮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拆掉了车壳,拆掉了挡立板 只留下了最基本的车架部分 以及是一些舵机安装的支架 让这个车子变得更加重心的下沉 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什么? 就是我们拆掉这个之后 后面的这个差速器的舵机是裸露出来的 它会在翻滚的过程中受到碰撞 它本身的结构是因为有车壳的保护 所以说它是这样子裸露设计的 所以我们去给它设计了一个新的护甲 一个保护壳在这里 把它整一个舵机给保护在里面 而且有很高的强度 我们去山上去测试翻滚摔下来 它都没有任何的损伤 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的舵机在里面 进行安全和顺畅的工作 因为这个车子的差速器的开关 是我们经常会需要使用到的功能 你说直接把它锁掉或者说解开来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再来说一下更换车桥的这个注意的事项 其实主要就是把螺丝拎下来再打回去 但是我比较建议你呢先去拆后面 再去拆前面 或者说先去拆前面或去穿后面 不要一口气全部拆的满足的都是螺丝 然后你都对不上哪一个是哪个 因为你只要拆过一遍后面 去拆前面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结构基本相同 只是多了一个转向会非常的简单 那附赠的螺丝上是带螺丝胶的 你可以把这个螺丝去做一个替换 基本上来说呢 你的螺丝还是会比这个桥要来的硬 所以说你只要拧的稍微紧一点点 你的披头比较硬的话呢 是没有问题的 在打紧它就可以正常去用 不需要去抹太多的螺丝胶 抹多之后很多时候是过犹不及 就是你会拆不下来去没法维修 再来说一下前后差速锁这个拉线的安装 其实也很简单 上电舵机来到这个不绷紧的状态 把线穿过去稍微带点力拉住 把螺丝锁紧就可以了 然后你反复检查一下 上锁解锁上锁解锁啊 是否清晰干净有效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觉得说不是很清晰的话呢 把这个解开来再绷紧一点 或再放松一点就可以了 拉线的调整呢 更多还是需要自己去实践 去操作去测试 会比较好去理解它的工作的过程和原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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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说到这个车子改装之后的一个体验 我们之前为什么要去改这个车子 因为我觉得说本身呢这台车子很大的一个特色 原厂出来偏穿越风格门桥比较高的一个重心 以及是比较好的通过性 1.8尺寸加上FOC 其实它在爬的上面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弱 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当然不能和一些性能强爬去比 但我觉得说还是挺好玩的 也能去爬爬山 甚至是有的时候我把电池丢到前面去 爬一些我觉得比较陡坡的时候 还是能爬得上去的 我觉得这点就已经挺好玩的 如果说你想进一步的去强化它去改装它 像我这样的一个玩法呢 可能也比较的暴力或者比较的变态 就是把这个车子变成了一个 类似于说直桥大车的思路去玩 那现在这个车子呢 因为是更换了新的金属桥 所以有更加粗壮的这个传动轴 这个对后期我的改装也有很大的帮助 并且它原厂就提供了17毫米结合器 和这个新的大的轮胎 这个轮胎看上去就非常的霸气 金属的轮毂 并且呢这轮胎还是比较软 而且上面有比较大的颗粒 所以说我们在尝试爬山的过程中会发现 它轮胎有一些溃缩变形 以及是说它这一个爪子可以抓到延时上面 去抠到延时的这些凸起上面 把车子望上扒的那种感觉 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呢去掉车壳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比如说我们把车壳去掉之后 整车的质量是下降的 还没有那么重了 因为那么重之后呢 我们在爬坡的过程中对轮胎的压力会减少 它的溃缩变形 它的附着力会下降啊 这是肯定会有损失的地方 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 比方说我的重心 明显的会往下降 在去掉车壳的基础上 再换上更加厚重的金属桥和金属轮胎 它的重心还可以进一步的下降 并且呢整体上来说 现在整个车子比较重的部分就是两个桥 车架其实上面比较重的就是电机和波箱的部分了 那我们把电池再放到前面这里来进行一个处理的话 整个车子呢就是重心下降的同时也比较靠前 这样我觉得说它在这个游玩过程中的体验还是比较不错的 比原厂那个大的路普车壳肯定是要有更好的这个操控的性能和这个攀爬的能力 当然它的外观就彻底改变掉了 那当然很多玩家也是说啊 我们也会去做一些这样的软壳套在上面去玩 其实思路也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希望说啊 它有一个更低的重心的变化 让车子的攀爬性能变化掉以后 就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这也是一台车子有更多玩法的一种感受 当然了这样子的一个把普通的穿越车 普通的这样子的一个攀爬车去掉车壳去玩的这种玩法 肯定还是不能和那些强爬去比 毕竟我们并没有改变掉整个车子的车架结构 另外一个调整就是把后面的这个连杆给去掉了 因为我们现在呢 车桥很重 车架相对来说比较轻 所以说急加速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车子是可以通过桥的重量 去弥补掉这个轴效应的 所以说呢 我们去通过这样的一个修改的 让这个车子后面的扭动空间也去放大 让它的这个攀爬性能进一步的去提升 这个就是我整一套调整下来的一个想法 去玩的过程中也是比较有趣的 并且呢 后期的话呢 还有一个改装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去啊 用这个17毫米的结合器 去更换上一些大脚车的轮胎 或者说竞速卡的轮胎啊 实现一个更加大脚的效果 比较有这个八分之一大脚车的感觉的一种改装方向 并且呢 它的这个金属桥有比较好的一个强度 让我们去充分的体验出这种 除了攀爬之外的一些速度感的乐趣啊 并且这个车子 你如果说把后面给锁上 前面给解开 这高速模式 在一些低抓的土路上面去 高速的甩尾飘移啊 或者说原地打圈啊 也是比较酷炫的一种玩法 也特别有趣啊 玩高速的时候 这个车子现在重心也变化了 飞一飞跳一跳 比之前呢 我感觉更加稳定 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弹跳了 这一点也是特别有趣的一个点 并且最后做一个简单总结啊 H8H推出这个金属桥呢 我觉得更换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说你对于说这个车子 想要增重啊 想要更加强化 并且呢重心下沉的话呢 它会有一定的帮助 其他方面 其实差别就不会那么大了 那在强度方面 金属呢 也会有一定的提升 同时呢 要注意到一点啊 这个车子 我们现在改装的方向呢 其实是比较趣味的 比较搞怪的啊 不是推荐所有人都来尝试的 这就是我自己一些恶趣味啊 不是说大家都要像我这样改 其实这个改出来呢 首先就没有那么美观了 其次呢 也没有那么仿真 并不是特别好看的一个改装的方向 当然了 如果说你有自己这样类似的趣味 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觉得也是个很好玩的事情 我们玩车更多就是 发挥自己的一些趣味 发挥自己的一些想法啊 做一些改装 做一些变化 这个呢 我觉得说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去尝试 做出自己有个性的车子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主页还有更多RC玩资讯 我是你们七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